好 继续来看到寿林乡的文兰村紧离着木瓜西畔 而位在部落北面的边坡 在这一次强震过后竟然震出了一公里长的摊坊 那么居民表示房子后面的地基都松动了 地震过后的每个时刻都过得胆战心惊 就怕另一个强震或是一个大雨 让附近的房屋变得岌岌可危 位在花莲寿林的文兰村坐落在木瓜西南侧 原本坠绿的边坡天摇地洞之后 120靠近河边的边坡变成光秃秃的一片 而住家后方的房屋基地也都出现掏空状况 居民表示相当恐怖 上面就掏空了 我们这些是尾巴 我们想说可能影响不到我们村子里面 可是原来上面更惨 所以我想说这个是比较严重 然后这里有关到我们整村的那个危险 不止边坡就连房屋的结合处 也都出现明显错位 显示出建筑物也有滑动的情形 村长指出目前部落后方边坡摊坡 绵延将近一公里 目前居民只能以南部遮盖 防止雨水冲刷掏空地基 在这个部落这个天灾 也是没办法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文兰村 这个10到20的边坡 这个长度将近一公里 那天大地震 整个滩家来 将近要危害到我们部落的住宅 大概前中后是比较 目前是比较 村长表示由于工程经费庞大 县府持续与中央部会争取 期盼尽速进行抢修工程 还给居民一个安全居住的家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